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活着的人 他的体内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独特的天赋 有玩过游戏的不 现在比较火的是不是那个王者荣耀啊 王者荣耀选的每一个英雄是不是都有特技啊 有没有英雄没有特技的 我想告诉你的是 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特殊的天赋 只是你一直没有找到他 当你一旦找到他把他发挥出来的时候 那就是你的大杀招 那就是你的绝招 中国式教育最大的失败就在于 他把我们每个人的天赋都给我们碾平了 我们希望像流水线一样生产出来一模一样的产品 而美国式教育 他就是为了发现每一个人身上的不同 找到每一个人身上的天赋 周老师跑到美国 跑到欧洲 跑到澳洲 去拜访这个世界上最顶级的这种教育专家 我去了一个美国的名校 遇见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老师 他跟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中国有一个留学生转到他们校了 然后呢成绩非常好 每门成绩都非常好 结果高中毕业以后大学录取他 要不要录取他 没有一个学校愿意要他 他班上那些成绩比他不好的都被学校录取了 就他成绩全好的 没人要 我很纳闷 我就问他为什么会这样 他说因为在美国人的思维里面 这个孩子什么都好 就证明这个人没有特色 没有特点 就什么都不好 这种孩子叫平庸 你知道他们在美国啊 小学中学 孩子每天只会上半天的课 剩下的半天 父母要给孩子报无数种兴趣班 父母要给孩子报无数种兴趣班的目的 就是为了帮助你孩子找到属于他自己的天赋 假设说这个孩子 他在中国英语特别好 数学不好 物理也不好 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有老师批天干净骂他 所有家长扑天干净骂他 让他补课 让他补什么课 让他补最不好的课 他之所以不好 就是因为在这方面他没有天赋嘛 你还让他补 生生地把他变成了平庸的人 你知道如果这个人生在美国会发生什么事吗 他英语成绩好 实在事情都不好 只培养他英语 让他成为翻译专家 练同声传译 只培养他这个 你能听懂我来说什么吗 跟中国的教育方式完全相反 完全不一样 那个教育专家给我讲了一句非常壮的话 他说 在这个世界上 花是不是很美啊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这朵花很美 但是如果全世界只有这一种颜色的花 花还美吗 这朵花为什么美 因为有不同颜色的花搭配 这朵花才会显得美 如果全世界的每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性格 穿着一模一样 长相一模一样 性格一模一样 这个世界未免太单调了吧 这个世界之所以五彩缤纷 这个世界之所以美 就是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他们会找到每一个人不一样的特色 让你把它发挥到极致 那就是你的天赋 你们觉得是那些上幼儿园的孩子 比较上台会绽放呢 还是那些上初中的大孩子比较绽放啊 我真的觉得初中的大孩子会更绽放啊 结果当我让大孩子上台跳舞的时候 他们都不动啊 让那些幼儿园的孩子上来的时候 每个人跳都不一样啊 而且我做了个测试 让我一下了一大跳你知道吗 现场五百多个孩子 我跟他们说 现在我要训练一下你们 老师让你们举手 你们都要举手 你们知道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吗 我发现那些刚刚上幼儿园的孩子举手 是这样举的 哇哇老师 哇哇 每个人都不一样你知道吗 像小学的孩子 每个人像一个模子刻出来一样 目光呆滞 初中以上的孩子 已经没有人举手了 谢谢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你不觉得我们的孩子 被学校培养出来 有点像工厂的流水线产品 我不是开玩笑 这位各位 我们泯灭了我们孩子 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就是他的天赋 作为父母培养孩子 最重要的就是 帮助你的孩子 发现他的天赋 培养他的天赋 把他的天赋发挥到气质 一个人为什么会自卑 一个人为什么会自卑 天天别人说你这不行那不行 你怎么会不自卑啊 一个数学非常好的孩子 出生在美国 所有人都会夸他 哇你数学太厉害了 哇你太牛逼了给你报告奥数吧 哇多讲吧 哇多多表演讲吧 哇你太牛逼了 哇你数学的造诣 简直见过我见过了天才 他越来越自信啊 在中国 数学好 其他成绩都不好 都会被别人骂 你怎么这么笨呢 这物理就不能考好一点 就不能多薄薄 你怎么这么笨 片刻这么严重 将来咱们怎么考大学啊 他怎么会自信啊 一个天天被骂的孩子 他怎么会自信呢 老师我就想让我的孩子全才 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人 世界上没有全才的人 能听懂吗 这是事实啊 这是事实啊 这道各位 它是公平的 能听懂吗 不可能你全好啊 我又想体力好 我又想智力好 可能吗 你能听懂我来说什么吗 那为什么我把天赋叫做素呢 不是气呢 天赋是要练的 不是说你发现了自己的天赋 就直接拿过来可以用 不可能 朗朗的天赋是弹钢琴 但是你要明白 朗朗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冠军 他练到 他练到手都弹钢琴 弹舌了 你能听懂吗 天赋是需要练出来 就像周老师演讲一样 你们今天觉得周老师 哇 演说太有天赋了 八年 3647场 练出来的 每次过完年 一个月不拿麦克风 我上来 我也收声 能听懂吗 能不能听懂我来说什么 找到自己的天赋 而且每天练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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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练到机制 继续 财气 就讲到这儿以后 大家有没有感觉啊 那财气是啥 来 打出来 财道是轨道吗 财法是梦想吗 财素是天赋吗 财气呢 万物 什么是万物啊 写上钱 事 人 在这个世界上 你能看到所有的物质 在周老师用上帝视角看 都是工具 都是为了让我们来完成使命的工具 财气是工具 钱是工具 万物后面扣胡 钱 物 人 事 这世界所有有形的物质 都叫工具 这里指的万物是全世界所有有形的物质 这样讲完以后 那个本末找到了没有啊 事有始终啊 物有本末啊 之所先后则尽道一样 换句话讲 我们的生命的终点是为了实现我们的轨道 我们的钱 我们的这些房子 车子 这只是帮我们实现轨道的一个工具而已 搞反了 颠倒了 为了 为了钱 生存 能听懂吗 这叫众生颠倒啊 众生颠倒啊 而且还有啊 天赋 赐给你不用以后要遭天钱的 我们培训界的很多老师曾经都非常辉煌 有一次我跟其中一个老师聊天 我就问他 我说 现在咱们培训界老师都是搞这个搞这个 你准备搞点啥 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周老师啊 咱们在舞台上尽情的挥洒 这个天赋是老天爷赐给咱的 有多少人羡慕咱 老天爷赐给咱的天赋 咱不去用 咱去做其他的 那不得遭天钱吗 天都得收拾你啊 所以你知道你 为什么过得就是惨了吧 老天爷赐给你天赋 你不用啊 让你的屠龙刀生锈啊 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我不知道今天 最后这张图 大家看了以后有什么感觉 如果你们看懂了 你们的人生